大家好 张口收房车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我叫张广志 我的网名叫北方的大棚车 20年自驾 13年房车旅行 自驾总行程超过60万公里 房车也行程也超过了20万公里 原来一个中国梦 我的旅行应该是从我的18岁开始 当年我上大学 那么就开始徒步 然后开始骑着自行车 九几年参加工作以后 我买了一辆小面 然后就开始自驾一行 那么真正的旅行 应该是在2003年 我开了我第一辆自己改装的 双环商务房车 其实实际上应该叫床车 然后就从北京一直到了海南 那么这是我改装车的第一次的开始 如果总结我的旅行 应该是一种 应该叫做旅行的进化论 因为我从徒步骑自行车 然后自驾到自驾越野车 自驾改装商务房车到定制房车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中间经历了20年的时间 2006年开始我就开始跟定制房车旅行 然后我每年有三到八个月的时间是在旅行的路上 走过了中国的三个极点 最南到西沙群岛 那么也走过海南的天涯海角 最北到过中国的北极春 在中国的最东方黑沙子岛也露营过 那么最西端到达过新疆的红旗拉浦 这是我在中国旅行自驾的地图 那么20年间走过60万公里 所有的红线大家可以看一看 比较著名的有红军长征路 还有就是西藏去穿藏线 清藏线 新藏线 包括中国最西北的边境穿越 我开的房车旅行 在中国走过最高的点 房车路营最高点是 在2012年5月份 我开车到了珠峰大本营 海拔5200米 露营两个晚上 然后走过中国的最低点呢 是在2007年 开着房车走进了中国的财达木无人区 那么实际上当时走了两天没有走出去 所以在财达木的盆地里边 也露营了两晚上 那是这是中国的最低点 这是我在美国的旅行地图 我从2010年到2018年 前后8年的时间 5次到美国 总行程15万公里 前后在美国一共生活了410天 房车走遍了美国和加拿大 房车对我来讲不仅仅是一辆车 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更是一种生活的理念 房车生活对我来讲是一种神圣的 它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加塞路上的风景 就是我最美的风景 这期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下面我会给大家介绍 我这些年使用过的房车 那么请大家继续关注张口说房车 谢谢各位